一顆接一顆 仔細在紅蛋上簽名 台北市場柯文哲 眼神專注 簽 簽 簽 連眼鏡都掛上頭頂了 終於簽完了 手算 眼酸 好不容易簽完 250顆喜氣洋洋的紅蛋 可披大喘口氣 這麼拚 原來全是為了台北登節 為宣傳再推一把 這兩塊都不太好 長長人龍排了800公尺 下午1點鐘發放提燈 民眾早早先來卡位 拿到的小朋友好開心 拿到提燈開不開心 開心 大概12點 12點就來這邊 照著號碼裝就可以了 全部預計發放 11萬5000盞提燈 4號 5號兩天 在會場市政府 和12個行政區同步發放 不少小朋友一拿到 迫不及待馬上組裝 整個幾個地方 大約都是上午11點多 出頭就開始有民眾來排隊 時間一到警方馬上吹哨 事意繞道 搬出三角追陸正 下午4點開始到晚間8點半 西門町 成都路和漢中間 進行道路封閉 交通管制 所有車輛都得改到 警力跟溢交的人數 預計大概1700名現場狀況 我們會做一個隨時做檢討 雖人潮越來越多 全向燈會湧入 考驗能不能Hold得住 等著看 畢竟第一次把燈結盛會搬到西門町 翻轉西區門戶就看這一次 柯批拼施政可不能落魁 據有程旭李易璇台北報導